你俩听这件事啊 把尺导 尺导都知道 怎么进来了你 你门锁的订阅钥匙就在门后挂着呢 我认为吧 你总吃外卖对身体特别不好 你还是多吃点这个家常变菜 多吃点 这怎么回事啊 我正要和你汇报这事呢 今天曹梅来试探我来了 她说她见着宁总呢 还假惺惺地问问 是不是最近租的那个房子出了点问题啊 对 下午房东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不租了让我搬出去 我这真是 那这样 你呢先住在公司宿舍 明天你去跟行政申请一下 以为我不知道 高价逼我房东撕毁合约的人就是她 挖个坑等我跳 以为我傻呀 所以你就自作主张的 跑到别人家来 我说了 我这脑子没坏 搬到公司宿舍居住 那得有多少草莓的眼线呀 我脑子也没坏 你不住公司宿舍 和你死皮来连 跑到我这儿来 有什么关系啊 您是 您总的弟 我住在您这儿 我不是有安全感吗 你还跟她没关系 她老年子这儿是啥呀 你接她 你接她把事都忘记了 你是她唯一的语言 能没关系吗 我看 她急的是你的事吧 某人要结婚了 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嫂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说什么呢 说一下嘛 那顾兰啊 我俩就是表面上拿配合 实际上你是面和心部 真的 你觉得我的好朋友余青青怎么样 谁 余青青 知名法律系女神 我给你介绍过她 那不是你闺蜜吗 是啊 那你闺蜜 我最多就是把她 当作一个妹妹来看待呀 你听好了 我真的对她 一分多余的心思都没有 以后别解这事了 你怎么现在 什么话题 能跟谁说的 你一样的东西呢 我一定会想办法 我给你弄的 但老爷子那儿吧 居然都动了 去见宁成明的心思吧 去见宁成明 不行不行 千万不能帮她啊 我 我这小命 攒她手里呢 我这 信息不是要开机了吗 还差两百万制作费为款 她死活不敢批给我 我不能让项目太死服装 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好好好 我真怕你在我面前哭出来 行了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 尽快查清楚这件事 送走宁成明 以后和她保持距离 我走了 拜拜 你说这些 你怎么控制啊 是吧 妹妹 你别过来 余清清 你别过来 都傻了 说了让你别过来 不是 我我姐 那个称哥 她现在对你妹感觉 不代表以后也不会有 对吧 我余清清还没有凄惨到 要你安慰的地步 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能因为称哥对你妹感觉 你怪在我身上吧 我怎么怪你 顾正 我告诉你别说理想换我 我也不可能喜欢上你 你就是个懦夫 余清清 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好看点啊 能力强点 是个男人还非得喜欢你了 你也不反思反思啊 自己尖酸刻薄 得理不让人的样子 也不想想为什么谈那么多恋 还嫁不出去 顾正 怎么了 叫闭嘴行不行啊 叫不闭 你自己不想想为什么 你想想什么原因 你自己啊 自己啊 miner 想干什么 还不过 你怎么去 你 peque practices 动作 优独立 作 回来吧 你的意思是 马浩的行为是在和您承明对着干 其实 承明发现账面有问题以后 有去找马浩聊过 但你也知道 现在我们处于融资的关键时期 所以 那他干吗不赶紧回来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呢 融资的缺口 需要有新的合同来填补 承明在国外忙完这些事情以后 就会马上赶回来的 所以呢 他这不是派我来跟何董宁先聊吗 我若不欣赏他 也不会一开始就投资贯定 好吧 你是他的未婚妻 一直以来 你们两人之间的配合都很好 但我今年确实本就有顶配的想法 把份额交给你 一定比交给马浩 更值得 谢谢您 何董 我相信有了您的支持 我们关顶这次 一定能度过难关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下市植物园 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吧 好啊 你说的哦 这川子 得不收 二 了 一iro 多个晚上 要有填uko 要有填过 那我有填裂 有填衣 Hilい 你也没有填裂 一填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不例外 赶紧换好果子 不是 凭什么我回去啊 因为我不想被人误会和你开房 许总 我必须郑重地跟你梳理一下情况 我们之所以处在这种尴尬的境界 那是因为我不幸地被你拖累下水 我们俩手艺都包废了 又没有现金 万幸 我是这家酒店的VIP VIP 我可以凭脸拍到房子里享受服务 不然你现在还在寒风中四四发抖 好吗 说完了吗 说完了穿好衣服滚 你这个女人 今天晚上太晚了 我懒得回家 我还懒得 又叫什么了 余总 非常抱歉 我也失恋了 不想回家水 行 那您喝酒 我走 余青青 干嘛的 你是不是知道李浅的男朋友是谁 你管他谁 反正不是你 不是 咱们俩现在同治天涯沦落人 你这样有意思吗你 给我打住啊 我们不一样 你喜欢李琛 诚哥跟我姐订婚了 我喜欢李浅 而李浅 你不知道被哪个野男人快拐跑了都 此时此刻死情自禁 我们俩有什么区别 我跟你的区别就是 我不会在这儿借酒消愁 至于诚哥那边 我一定会想办法抢回来 他跟你姐 结不了 绝对结不了 你告诉我 那个野男人是谁 我就把我几个秘密 告诉你 这样啊 我帮了你 你帮了我 怎么样 但是他好像一直在躲我 我很难过 却不知道跟他说些什么 我这太有文化了 我把你帮你扔了